民众一起高升倒数 基隆浪漫七系烟火秀在基隆地标施放 缤纷璀璨的高空烟火照亮夜空 让市民和外地游客大饱眼福 因为小孩小朋友回南部过暑假 然后就带我老婆出来 来过一下情人节 那你们觉得基隆这个港蛮漂亮的 对啊 很漂亮啊 想象中不太一样 对 因为我们算是第一次来这边吧 当然在地的都要共襄胜举啊 而且一年就这么一次 然后难得机会 所以好好地来欣赏一下 这场浪漫七系烟火秀 人气抢抢棍 许多民众都提前来到国门广场 跟海洋广场卡位 市长谢国良 在文化局长江廷梅 市议员郭美秀 卫生局长张贤震 警察局长翁群能的陪同下 特别来到现场与民众打招呼 和大家一起共度浪漫七系 那最近每次释放烟火都有好天气 所以小爱爸爸今天心情很好 后面有很多市民朋友 我们也一起要同乐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基隆市 就是慢慢地走向一个国际海港观光城市 那我们会在这个议员跟局势首长 大家团队共同努力之下 会把基隆弄得更好玩 更温馨 更有爱 这次在基隆地标上面 呈现的高空烟火灿烂夺目 让民众大呼过瘾 其中最佳的拍摄点 在海洋广场 东岸广场 甚至更远的中正公园 都可以拍到具有山海港城 多层次的美丽烟火 展现基隆之美 另外市府文官局也期望 透过烟火活动 吸引上万名的民众 来到基隆观光消费 活络带动基隆的商机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